今天要來分享大家都非常喜歡的風味炊飯系列 那今天要做的是香菇雞十股米炊飯 現在人就是都會越吃越健康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風味炊飯也是用十股米來代替一般的白米 那做法一樣是用電子鍋就可以很簡單的完成了 那這次同時也是一支品牌合作的影片 如果你有在追蹤我們的風味飯系列就知道我一直以來都是使用 像應的炊飯電子鍋 那這次他們免費幫我們升級了一款新的微電腦炊飯電子鍋 在炊飯上的功能更加的完整跟強大 那這次我們也要用這款新的微電腦炊飯電子鍋來做我們的香菇雞十股米炊飯 和胸耐煎的炊飯就成功了 在一起炊飯時炊飯表南 再炊飯時炊飯小瓶 我可以吃的是 蛋糕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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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谷米的部分 因为每个品牌 它食谷米的比例会有一点不同 那我会建议你 就依照包装上建议你的米水比 去设定你的米水比例 那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食谷米来讲 是1比1.5 我们要用这个香菇水来煮我们的米饭 这个电子锅有非常多种完整的炊饭模式 那基本的像白米洗饭就不用说了 那另外其他的健康米类呢 甚至是有食井饭糯米饭 寿司饭甚至是糙米活性糙米糙 还有我们今天很重要要做食谷米嘛 所以我们就要选择这个食谷米模式来炊饭 哇 这个刚洗过的时候 味道真的超香 香菇鸡肉食谷米炊饭 好 现在呢 来吃一下 这个香菇鸡炊饭真的超好吃的喔 基本上我们用的是食谷米 所以它的口感是蛮有层次的 而且是很Q弹的 重点是呢 我们用这个香菇水去炊饭 所以呢 这个米粒里面 会吸满了这个香菇还有鸡肉的风味在里面 所以真的很香 很好吃 那做法上呢 当然你要改用其他的米 像是五谷米啦 糙米或甚至是白米饭来做 也都是OK的 那就像前面提到的喔 全部都是使用这个电子锅就可以做了 即使你是用不同的米饭呢 我们这个相应的微电脑炊饭电子锅呢 它有非常多种的炊饭设定 从白米 糙米 豆腐米 还有石谷米呢 通通都是可以简单的设定就可以料理喔 那另外呢 我再提一个产品的贴心的地方 就是它附了一个蒸篮给你 所以呢 你甚至在炊饭的时候呢 你要再额外的蒸一些蔬菜 或者甚至把它直接当作一个蒸锅 要蒸一些像馒头包子啦 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的 所以这一点呢 我觉得也是蛮方便的 这支影片呢 非常感谢我们的相应 提供我们一款新的 微电脑炊饭电子锅 那这款商品的详细型号跟规格呢 我会补充在影片的文案喔 可以参考看看 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也别忘了按赞分享 最重要是订阅菜单研究所 任何其他问题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是菜单研究所 Kevin 我们下支影片见囉 掰掰